历代之下 第二十九章 西西迦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二十九年 他母亲名叫雅比亚 是萨加利亚的女儿 西西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效法他祖大为一切所行的 元年正月 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 他召众祭司和立位仁来 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 立位仁啊 当听我说 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 又洁净耶和华 你们列祖神的殿 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 我们列祖犯了罪 行耶和华我们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离弃他 转脸背向他的居所 封锁狼门 吹灭灯火 不在圣锁中向以色列神烧香 祸献烦祭 因此 耶和华的愤怒 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 令人惊骇 痴笑 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 所以我们的祖宗倒在刀下 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掠 现在 我心中有 一语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力约 好使他的烈怒 撰离我们 我的众子啊 现在不要懈怠 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 站在他面前侍奉他 与他烧香 于是 利未仁戈侠的子孙 亚马赛的儿子马哈 亚萨利亚的儿子约尔 尼拉利的子孙 亚伯迪的儿子基氏 耶哈利勒的儿子亚萨利亚 格顺的子孙 新马的儿子约亚 约亚的儿子伊甸 伊利撒反的子孙 申利和耶利 亚萨的子孙 撒加利亚和马探亚 西曼的子孙 耶歇和士美 耶渡顿的子孙 士玛亚和乌靴 起来聚集他们的弟兄 竭尽自己 照着王的吩咐 耶和华的命令 进去竭尽 耶和华的殿 祭司进入 耶和华的殿 要竭尽殿 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 搬到耶和华殿的院内 必为人接去 搬到外头吉伦西边 从正月初一日捷径起 初八日 到了耶和华的殿廊 用八日的功夫 捷径耶和华的殿 到正月十六日 才捷径完了 于是他们觐见西西家王 我们已将耶和华的全殿 和樊祭坛 并坛的一切器皿 成设柄的桌子 与桌子的一切器皿 都结尽了 并且雅哈斯王 在为犯罪的时候 所废弃的器皿 我们预备齐全 且结尽了 现今都在耶和华的殿前 西西家王清早起来 聚集城里的首领 都上耶和华的殿 牵了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七只羊羔 七只公山羊 要为国 为殿 为犹大人 做赎罪祭 王吩咐亚伦的子孙 众祭司 陷在耶和华的殿上 就宰了公牛 祭司 接血 撒在坛上 宰了公羊 把血 撒在坛上 又宰了羊羔 也把血 撒在坛上 把那做赎罪祭的 公山羊 牵到王 和会众面前 他们就 按手在其上 祭司 宰了羊 将血 献在坛上 做赎罪祭 为以色列 众人赎罪 因为 王吩咐 将凡祭 和赎罪祭 为以色列 众人献上 王又派 立位人 在耶和华殿中 敲拔 鼓塞 弹琴 乃照 大卫 和他先见 迦德 并先知 拿单 所吩咐的 就是 耶和华 借先知 所吩咐的 立位人 拿大卫的乐器 祭司 拿号 一同 占地 西西家 吩咐在坛上 献 梵祭 梵祭一献 就唱赞美 耶和华的歌 用号 并用 以色列王 大卫的乐器 相和 会众都敬拜 歌唱的歌唱 吹号的吹号 如此 直到梵祭 献完了 献完了祭 王和一切 跟随的人 都俯伏敬拜 西西家王 与众首领 又吩咐 立位人 用大卫和先见 雅萨的诗词 送赞耶和华 他们 就欢欢喜喜地 送赞耶和华 低头敬拜 西西家说 你们既然归 耶和华为圣 就要前来 把祭物和感谢祭 奉到耶和华殿里 会众就把祭物 和感谢祭奉来 凡甘心乐意地 也将凡祭奉来 会众所奉的凡祭如下 公牛七十只 公羊一百只 羊羔二百只 这都是做凡祭 献给耶和华的 又有分别为圣之物 公牛六百只 绵羊三千只 但祭司太少 不能拨进凡祭生的皮 所以他们的弟兄 立位人帮助他们 只等凡祭的事完了 又等别的祭司自劫了 因为立位人 诚心自劫 胜过祭祀 凡祭和平安祭 生的之游 并凡祭同县的 殿祭甚多 这样 耶和华殿中的事物 巨都齐备了 这事办得甚素 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 是因神 为众民所预备的 历代之下 第三十章 西西家差遣人 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 又写信给以法连和马拿西人 叫他们到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殿 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守于月节 因为王和众首领 并耶路撒冷全会众 已经商议 要在二月内 守于月节 正月间 他们不能守 因为自节的祭司 尚不服用 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 王与全会众都以这事为善 于是定了命令 传遍以色列 从别士巴直到旦 使他们都来 在耶路撒冷 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守于月节 因为照所写的例 守着节的不多了 一族就把王 和众首领的信 遵着王命传遍 以色列和犹大 信内说 以色列人啊 你们当转向耶和华 亚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的神 号叫他转向你们 这脱离亚树王守的渔民 你们不要效法 你们列祖和你们的弟兄 他们干犯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以致耶和华丢弃他们 使他们败亡 正如你们所见的 现在不要向你们列祖 映着景象 只要归顺耶和华 进入他的圣所 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 又要侍奉耶和华 你们的神 好使他的列怒 转离你们 你们若转向耶和华 你们的弟兄和儿女 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 谋连续 得以归回彻底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有恩典 施连命 你们若转向他 他必不转脸 不顾你们 一族就由这城 跑到那城 传遍了以法连 马拿西 直到西布伦 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 讥笑他们 然而 亚瑟 马拿西 西布伦中 也有人自卑 来到耶路撒冷 神也感动 犹大人 使他们一心 遵行王与众首领 凭耶和华之言 所发的命令 二月 有许多人 在耶路撒冷聚集 成为大会 要守除孝节 他们起来 把耶路撒冷的祭坛 和烧香的坛 竟都除去 抛在吉伦西中 二月十四日 在了逾越节的羊羔 祭司与立位人 觉得惭愧 就竭尽自己 把凡祭奉到 耶和华殿中 遵着神人摩西的律法 照例站在自己的地方 祭司从立位人手里 接过血来 洒在坛上 会中有许多人 尚未自节 所以立位人 为一切不节之人 在逾越节的羊羔 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 成为圣节 以法连 马拿西 以撒加 西布伦 有许多人尚未自节 他们却也知逾越节的羊羔 不合所记录的定力 西西加 为他们祷告 凡专心寻求神 就是耶和华 他列祖之神的 虽不照着圣所节庆 之礼自节 求至善的耶和华 也饶恕他 耶和华 垂听西西加的祷告 就饶恕百姓 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 大大喜乐 受除孝节七日 立位人和祭司 用响亮的乐器 日日送赞耶和华 西西加 慰绕一切善于 侍奉耶和华的立位人 于是 众人吃节炎七日 又献平安祭 且向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认罪 全会众商议 要再守节七日 于是 欢欢喜喜的 又守节七日 犹大王西西加 赐给会众 公牛一千鞠 养七千鞠为祭物 众首领 也赐给会众 公牛一千鞠 养一万只 并有许多的祭司 洁净自己 犹大全会众 祭司 立位人 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 会众和祭居的人 以及犹大祭居的人 竟都喜乐 这样 在耶路撒冷 大有喜乐 自从以色列王 大卫儿子 所罗门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 没有这样的喜乐 那时 祭司 立位人起来 为您祝福 他们的声音 蒙神垂听 他们的祷告 达到天上的圣索 雅各书第四章 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 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白体中 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极度 又斗殴征战 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忘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艳乐中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 岂不知 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 你们想 经上所说的是图然的吗 神所赐 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恋爱至于极度吗 但它赐更多的恩典 所以经上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恶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 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恶意的人 要清洁你们的心 你们要愁苦 悲哀哭泣 将喜笑变作悲哀 欢乐变作愁闷 勿要在主面前自卑 主就必较你的身高 弟兄们 你们不可彼此批评 人若批评弟兄 论断弟兄 就是批评律法 论断律法 你若论断律法 就不是遵行律法 乃是判断人的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 只有一位 就是那能救人 也能灭人的 你是谁 竟敢论断别人呢 哎 你们有话说 今天 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 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现今你们 竟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 都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诗篇 第五十六篇 菲利士人 在加特拿住大卫 那时他作者金诗 教语灵长 调用远方无声歌 神啊 求你怜悯我 因为人要把我吞了 终日攻击欺压我 我的仇敌 终日要把我吞了 因诚骄傲 攻击我的人甚多 我惧怕的时候 要依靠你 我依靠神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依靠神 必不惧怕 血气之辈 能把我怎么样呢 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 他们一切的心思 都是要害我 他们聚集 埋伏窥探我的教宗 等候要害我的命 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 神啊 求你在怒中 使众民堕落 我几次流离 你都记述 求你把我眼泪 装在你的皮带里 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 我呼求的日子 我的仇敌 都要转身退后 神帮助我 这是我所知道的 我依靠神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依靠耶和华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依靠神 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神啊 我向你所许的愿 在我身上 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 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 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步跌倒 使我在生命光中 行在神面前吗 在生命光中 华